我最喜歡我們學校的空中菜園 是一個很天然的地方 我在這裡種的是黑豆 我們還去宜蘭參觀了黑豆田 看到了很多種植的技巧 還拔了好多毛豆 希望我們學校以後可以種毛豆 我們學校現在還有種薄荷 希望我們的學校 我們學校的空中菜園能綠意盎然 就是綠意盎然 成功國下從108年開始申請經費 進行食農教育計畫 不只讓孩子親手種植 更希望孩子了解食物安全 及吃盡健康的重要 食農是非常重要 飲食的安全也很重要 希望在學校開始從種植到餐桌 讓小朋友去了解食物的來源 以及它的過程 對於食物的飲用方面 有安全的知識 那也培養一個感恩的心情 食農教育讓孩子們了解食物的來源 培養孩子們對食物的尊重和珍惜 校方也帶孩子前往宜蘭 了解毛豆黑豆還有黃豆的生長歷程 在孩子的照顧下 黑豆苗正努力向上伸展 希望未來果實累累 空中菜園永遠深意盎然 我愛成功的空中菜園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